1月15号 辽宁省2021年扫黄打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沈阳召开 过去一年 全省扫黄打飞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全省出版物市场平稳有序 网络文化环境持续进化 据统计 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 供清理检查文化经营场所和点位等5700余加次 收缴各类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 印刷品 宣传品等42万余件 立案查办案值和社会影响较大的扫黄打飞案件121件 抓捕收审犯罪嫌疑人112名 其中30起案件被列为全国扫黄打飞办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案件 2021年扫黄打飞工作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突出工作重点 深化 静网 护苗 秋风等专项行动 持续正本清源 着力守正创新 坚决打击各类非法出版活动 扫除各类文化垃圾 切实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为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 会上还对2020年全省扫黄打飞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进行的表彰 本台报道 报道 ивают 去illi尽